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demo一下 最後完成一樣 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會有幾個按鈕 那這個第一個按鈕就是說 我按下它之後 它會自動把這些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插入三個欄位 欄位名稱就是年區跟路階 這個已經做完 然後並且把公式輸入之後 向下填滿 OK 所以我按這個按鈕就這樣 按下它 有沒有它把它清掉 然後把資料下載 OK 特別重要 這個下載的位置 就是剛剛我們去抓 那個開放資料的網址 直接抓 我們就不需要像剛剛下載打開 不用 直接就下載了 OK 另外的話 在ECEL裡面VBA 還可以再插入欄 所以有三欄 年區跟路階道 OK 那只要有年的話 你可以畫出什麼 畫出那個竊道圖 在這個按下去 那第二個按鈕 主要就是 可以幫我先透過這個欄位 這個年對不對 然後去做樞紐分析 分析完之後再繪製折現圖 所以其實是做兩件事 一個是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個是樞紐分析圖 然後畫完之後 會自動產生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我按下這個按鈕 我按給各位看一下 他就會把這個樞紐分析表做出來 然後把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裡面 基本上我大概改動就是這個 標題名稱給他一下 大概這樣 其實也沒做太多事情 OK 那另外還有就是剛剛的那個 這個 各區比例圖 按下它有沒有 它是一樣嘛 就是樞紐 因為會針對區這個欄位 然後呢 幫我去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到這邊 然後把根據區做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畫出樞紐分析圖 大概是這樣子 OK 按下它 這邊就有了 OK 其他就是類似像這個路階道 按下去 它幫我畫出那個路階道的前十個那個 這個圖 枝條圖出來 那最後有一個按鈕就是刪除 就是如果這邊你不要了 可以把它刪掉 OK 這個程式碼其實雲端上都有 你們其實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 這個是 你們在雲端上面 我剛剛的 錄製劇區採在按鈕 這邊就是有 五個按鈕對不對 五個按鈕的程式基本上都在這邊 第一段有沒有 其實喔 一個按鈕對應的話就是一個Sub 然後結束就EnterSub 所以其實它這個頭跟尾 然後它的名稱有沒有 這個名稱實際上就是按鈕上面的名稱 大概原則上這樣一個對應關係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需要那個按鈕的話 這邊其實都有 所以再來你可能必須要學會 如何把它貼到應該貼的位置上 它就可以walk 有點像一個範本 貼上就可以 那待會兒會跟各位講 我們逐一來看 然後其他的話呢 還有底下 底下的話還有就是 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 這個是我用錄製劇期在修改過的 OK所以 那另外要改哪些地方 我待會兒跟各位說明 如果你會改以後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變VBA了 只是說它有一些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有一些地方做錯 它程式就會BUG 就卡在那邊了 OK 所以這個可以解決 那其實理論上我都有發底細 就改的地方其實 理論上都會習慣性把它畫一個底色上去 所以你只要注意一下底色的程式碼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找到相對應的程式應該怎麼修改 只是說可能還是對於完全不會寫程式的東西來說還是有點難 不過沒關係你們可以再慢慢花一點時間 那樞紐分析圖大概基本上程式不多 它繪製的話其實主要就是用一個方法叫Add a Chart Tool這個方法 然後跟它講幾個訊息就是 你要畫哪一種類型的圖 比如是折線圖 還是圓形圖 還是直條圖 有沒有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跟它講說你要放在工作表的哪一點上面 它是抓左上角那一點 然後多寬多高這樣就OK了 基本上只有一個圖可以讓你繪製出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修改位置你就改它的坐標 如果你要改它的寬跟高你就改後面的數字 那應該都可以看得懂我大概會解釋 其實理論上這應該不是很難理解的 所以其實花一點時間我覺得倒也沒有那麼困難 你說跟Python比起來 我不會覺得這個比較困難 OK 反而這比較只是說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Python真的很開放 網路上隨便找就一堆程式 一堆人提供 但是VPA倒楣那麼多 沒有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之所以被看到就是因為 我有提供所以比較容易被看到 另外我看到好像都是什麼印度人啊 什麼阿拉伯人啊等等的 外國人比較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可能是不是因為這個自由軟體跟 那相反的Excel是屬於不自由軟體嗎 沒有啦它其實是商用軟體啦 OK喔 好那怎麼做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足以來 所以我就step by step跟各位講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 我先把這個關掉好了 OK 那將來記得存檔都一定要存 我們下載是CSV嘛 你要另存新檔一定要存什麼 存起用聚期的活業部喔 因為如果你存出檔喔 你的VPA程式就會全部被刪除 而且沒有辦法復原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喔 這個應該有概念啦 OK把它關一下 然後我先把它投一下 好 step by step 第一個的話就是產生黏嘛 所以請各位在第一欄按右鍵 插入一欄 然後這一欄的名稱上面輸入黏好了 OK喔 然後 所以step1插入欄 step2 就是在D1上面呢 輸入黏 然後底下的公式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插入函數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LAPS 所以文字類裡面找到LAPS 你用自己習慣的方法都OK 然後 資料的話就是發生日期 然後前面三個字 因為LAPS嘛 前面三個字 所以輸入3就可以了 所以LAPS C2 豆點3 然後按確定之後 那資料就過來了 OK 然後向下填滿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過來的資料 本來它是文字 本來是數字 1030623有沒有 但是因為是LAPS文字函數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一個文字 OK 那當然它應該靠左對齊也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資料假設它會靠左 那一定是文字 靠右的話就是數字 文字跟數字絕對是不一樣 尤其是你要計算的時候 這個還不用計算 因為只是要把它全部計算數量 所以你用文字跟數字都OK 但是將來如果說 會需要計算的欄位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轉換成數字 不然會發生錯誤 OK 這個順便講一下 年就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在旁邊這邊 G欄好了 OK 這個F欄的右邊這邊 再加一個欄位叫區好了 那區的話也蠻簡單 因為這個區規則好像剛好就是 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像中正區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可以用MID MID函數 然後資料的話就這邊 然後MID從地址裡面 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三個字 然後中正區就出了 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OK 那這兩個OK了 那再來當然有一個路接到 不過這個欄位我看 我們後面再看 我們先這兩個 先至少年跟區好了 那路接到因為太複雜了 我想我們先把這個先解決 後面再來看 那首先的話 這個做出來之後 我們基本上 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結合什麼 結合那個 就是樞紐分析表 所以年跟區先做出來 當然後面你其實 才可以再思考一下路接到 路接到難度比較高 我們後面再看 那接下來如果你有年 這個欄位 那你就可以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任一個儲存格 然後按插入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就會問你說 你是要指的是這個虛線的範圍嗎 理論應該沒有錯 你只要放在這個儲存 這個範圍之內的任意儲存格都可以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記得插入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請你把年拖拉到列 因為我主要是要統計那個年 它的那個歷年的一個就是數量 所以我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已經幫我把10 102、103 你會發現其實這邊有兩個資料 應該是誤值吧 不可能有102、103 而且是一筆 所以理論上呢 我們已經把資料給做出來 只是說有一個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第四跟第五列 多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可以把這個 102、103 可以把它去掉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善用列標籤右邊這個箭頭 它會有一個篩選 那這個篩選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102、103 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你把它打勾取消按確定 有沒有 再就出現了 OK了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喔 我們就是把這個資料呢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OK 所以樞紐分析表有了之後 再來要把它畫成圖啦 因為其實這已經夠簡單 但是對一般來說 看 還是要解析一下 104也比較多 然後 這其實